大家早安 這一節全球現場 忙點來關心北京冬奧的 今天上午賽事 早上代表中國大陸隊出賽的 天才滑雪美少女谷愛玲 又登場了 挑戰的是她個人第三個項目 U型場地資格賽 第一輪表現亮眼 就拿下93.75分 而且她一出場 連繡兩個華麗的旋轉 900度旋轉 跟另外一個720度旋轉 獲得全場歡呼 目前是佔據第一 谷愛玲也在本屆的冬奧 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而她之前已經為大陸代表隊 奪下一金一銀這樣子好成績 今天渴望晉級資格賽再度奪牌 因為這一項U型場地資格賽 是國愛玲本屆賽季 最拿手的強項 而她也是目前這個項目當中 世界排名第一 再來看到同樣的這一位 大陸17歲的小將 也是表現亮眼 學班小將蘇一鳴 在男子大挑台項目 摘下冬奧的金牌 也成為地主國 中國大陸的新英雄 而這個月她才剛剛要滿18歲 就說這一面金牌 就是送給自己最好的生日禮物 也是最好的成年禮 蘇一鳴表示說 自己一直很夢想說 18歲之前就可以拿下 一個面金牌 而現在夢想成真 就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蘇一鳴也在第三輪比賽 最後以最佳成績 加總182.5分 奪下金牌 其實蘇一鳴他只參加過 六場的世界杯賽事 而如今成為大陸史上首位 男子雪板奧運的金牌選手 現在也被封為是小蘇神 其實他除了運動很厲害之外 小時候還曾經是童星 曾經演過史詩的動作電影 不過現在他是專注在雪板運動 接著我們關心最近很緊張的 俄烏情勢 雖然說昨天俄羅斯表示 已經從烏克蘭邊境 撤軍返回基地了 但現在西方許多國家的情資 都紛紛打臉 首先來看的是美國情資顯示說 俄羅斯不但沒有從烏克蘭邊境來 撤軍 反而還增加了兵力 這是CNN的報導說 美國有一名高層官員指出 週三的時候他們掌握了情資 俄羅斯已經在向俄烏邊境這邊 來增兵大約有7000人 還宣稱說撤軍的說法 根本都是gay 好 這個美國官員也警告說 普丁現在說 願意尋求外交途徑 只是個障眼法 還說現在想要說 這個我們撤軍了 但是未來俄國官媒 還會有所謂的假新聞 假新聞內容 CNN也描述的具細謎說 俄國可能會指控北約要展開行動 說俄羅斯的領土會遭到侵犯 利用種種的藉口來編織 一個藉口可以入侵烏克蘭 另外北約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周三的時候也宣稱說 俄方宣稱從俄烏邊境撤離 但是盟軍根本就沒有看到 地面情勢有任何降溫的跡象 而現在我們帶你來看到的 這是美國民間企業公布的 最新商業的衛星影像顯示說 俄軍其實還在這個邊境多個地方 有展開頻繁的軍事行動 接著來看到的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也在華府會見艾莎尼亞的外長 當然他們議題就是 緊扣當前的俄烏緊張情勢 布林肯依舊表示說 俄羅斯極有可能就在 本週入侵烏克蘭 希望艾莎尼亞還有北約 可以來共同組織 布林肯也強調說 儘管俄羅斯聲稱 已經從俄烏邊境撤退 但他說很不幸的是 俄羅斯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美方沒有看到有意義的撤退 而美國還是認為說 俄羅斯極有可能隨時會入侵 烏克蘭時間點就在本週 其實面對過去數星期 西方國家指控俄羅斯 即將有入侵的行為 現在俄羅斯也有話要說了 除了他們一再否認 會對烏克蘭用兵之外 外交部發言人 扎哈羅瓦更是用嘲諷的方式 來諷刺英美的媒體誤導大眾 俄羅斯15號就宣稱說 撤軍俄無邊境 而周邊的軍隊也都慢慢的 回到了他們的基地 那麼外交部的發言人 扎哈羅瓦召開記者會 他先是諷刺的說 今天16號是要慶祝一個 沒有戰爭的日子 意思就是來打臉西方媒體 都說16號是俄羅斯 要入侵烏克蘭的日子 而面對西方媒體大肆的報導 有這個俄烏的戰爭 扎哈羅瓦更酸說 要他們趕快公開 俄國入侵的行程 他才好時間來規劃休假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接下來進行 再次遊玩 進行